《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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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為什麼沒有習慣? 你會覺得奇怪 嚴貴耀老師不是台灣 數一數二的古典詩人嗎? 那為什麼會把習慣廢掉呢? 因為我深知民生疾苦 不能拿自己當標準 去要求天下蒼生 這個不太好 那時代變遷到我們今天這個時代 我坦白講 古典詩已經不是應該人人都會做了 也不必說中文系的學生個個都要做了 因為徒徵動苦 學生動苦 老師也動苦 因為我要改習做 你要知道 在中文系裡頭 教古典詩的老師 能夠自己還會做詩的 現在全台灣中文系 沒有超過十個人 沒有超過十個 全台灣中文系 教古典詩的 自己還會做的 絕對沒有超過十個 因此你想想看 那假如學生習做 那老師自己也不會做 那怎麼改 這變成一個很大的困難 所以我們現在很多觀念 一定要與時俱化 隨著時代變遷而去做調適 所以今天我們對古典詩來講 我們應該是要以閱讀為主 欣賞為主 昨天我在台大教使館 對那場演講 失心未死 只待喚醒 那我昨天在那場演講裡頭 就是在強調這個事情 失心未死 失心未死 只待喚醒 失心心靈 失心的心靈 是每一個人的天生的本能 也就是說 一種直覺的感覺想像 這本來是人類每一個人天生都有 它是一個本能 不見了 休眠了為什麼 因為你要知道 你們從幼稚園開始 就不斷在被填塞 那些科學知識 長大一些 就開始給你一些經濟效益 做什麼都要有經濟 所以我們現在整個時代的價值觀 只剩下政治權力鬥爭 你看整個社會從上面 整天到晚就在權力鬥爭 有理想嗎 哪一個有理想 哪一個有理想 不過是在權力啊 爭奪權力 政治 整天到晚插插揚揚 整個報紙滿版 全部都是這些政治訊息 然後呢 經濟 什麼都要講經濟效益 講知識經濟 所有的知識都要變成經濟產值 可以把你的這篇文章 轉化成幣值 它值100萬 值500萬 你的生產這個知識才有價值 科技 什麼都要科技 假如人類到最後真的是都 什麼都用AI去處理 就不要再活下去了 沒有意義 為什麼沒有意義呢 因為人只有從工作當中 你只有在工作裡面 你才能夠去找到自己活下去的意義跟價值 當你一切事情都是AI可以代替你做 你自己活著幹什麼 你的工作到底在做什麼 沒有啊 因為工作當中要有創造 你的工作要有創造 你的工作假如沒有創造 你就會覺得自己活得很無趣 只不過是賺一份薪水 糊口而已啦 所以我覺得早期 我感覺到最同情的就是高速公路收費員 你知道他們的工作是什麼 一輛車子過來 第一張票 通行的那個票 然後他遞過來的零錢 或者要找零 整天 這個的確機器人就可以做 然後回家吃飯 睡覺 好 第二天早上起來 又到高速公路的那個 我不相信這樣的人活到四十五十六十 回顧他一生 他會覺得他活得是很有意義跟價值的 沒有創造啦 沒有創造空間 因為你的工作裡頭不需要花任何的腦筋 去想想看 我怎麼把這樣的工作可以有一個創新 別人做不到 我是這樣創造 你只有從那個創造當中 你才感覺到我活得是有價值的 是有意義的 我們今天整個時代真的完蛋 你不要以為說我們現在每個人收入的那個 國民所得高到哪個地方去 幸福的指數怎麼可能是只根據存款部裡頭 有多少錢 那個數字有沒有叫增長 然後到這個地步叫霧化了 已經變成霧了 所以你來到生活裡頭 沒有一點點的時間 沒有一點點的空間 可以去欣賞一下 和錢沒有關係的 和政治的權利沒有關係的 和科學的那種數字 因為我們現在都是數據化 什麼都用數據嘛 跟這個沒有關係的一點美感吧 東華大學這麼大的校園 早上起來 你看看外面那些 真的沒有感覺嘛 假如說完全沒有感覺 那叫麻木啦 比如說我們那個 那一條橋 那有一排那個 幾金魚 幾金魚啊 幾金魚就是那個阿波羅 到開花季節的時候 漂亮到不行啊 你走到那裡內心裡頭 都會感動到不行 那尤其他那個路燈 晚上在路燈的 昏黃路燈照射底下 那一串串的阿波羅 幾金魚的花槌在那裡的時候 你真的很想坐在那裡 至少坐在那邊 看著這些花 十分鐘也好 二十分鐘也好 何必衝衝忙忙 要跑去一些找刺激找好玩呢 我想我們這個時代真的是差不多 末世紀的那樣一種人心 所有的私心 私心心你全部沒有了 全部沒有 生活裡面很多苦悶 所以你會到就很熱鬧 什麼都熱鬧 到處熱鬧 吵吵嚷嚷 每一個人都非常孤單寂寞 因為彼此之間沒有感覺 沒有了解 昨天在台大那邊 我這個雖然已經75歲了 這個氣力衰退其實沒有 我昨天像一條活龍 從郭柯會開始罵 政府開始罵 一路罵 這個整個時代在搞什麼東西啊 我昨天講那些話我還真的希望 幾個選總統的都能夠聽得到 時代搞成這個樣子 還在那邊政治鬥爭 權力鬥爭 讀書在讀什麼 哪一個人IQ156就是最高 啊 不要這樣子啦 做人不能如此這般啦 尤其領導人不是這個樣子 所以我們這個時代私心 但是我還是覺得沒有絕望啦 私心未死 因為他人的本性嘛 我沒有把他喚醒 又喚醒 把他喚醒過來 我在大學裡頭講課 我在民間講學 至少盡我一份之力啦 盡我一份之力啦 我能做多少就多少 不過只是在喚醒 人應該有了私心啦 你將來你即使經濟 三餐過得去就好 還可以生活就行 不用像是借錢就好 不必借錢 然後還可以過生活就好 其他應該有更多時間 去找尋你自己人生 應該有的某一些趣味 某一些美感 某一些比較有意義有價值的事 到了七十八十 你回顧自己一生 總是沒有白火 那個才是過一輩子 所以我們這個時代也不一定要 會作詩啦 我知道已經不太可能 有人會作詩 不需要強迫學生去作詩 但是我們還要讓學生 能夠欣賞詩 讀一首詩 能夠背一首詩的美感 所感動 把詩性心靈 喚選回來就好了 作詞曲 李宗盛